為了慶祝回歸20周年 發展局去年舉辦比賽 預留大約260萬 被勝出團隊在三區安裝藝術品 不過有葵青區區議員說 自月初接到多宗居民投訴 認為那區的藝術品好像山墳感到不安 他說發展局承諾會在兩個月內拆走 陳慧欣報導 將地磚伸展起來 形成一個起伏的山形輪廓 工人們坐下來聚會和見面 使等待過馬路變成了愉快的經歷 一字一句 都是葵方這個可以最多用85萬起號 叫安全倒計藝術品簡介 街坊看不體會到? 用多些磚放在那裡 怎麼坐?怎麼坐? 太陽又曬,下雨又沒有隻 由建築師、園警師等等組成的綠人團隊 贏了發展局去年2月 主辦慶祝回歸20周年的公共藝術比賽 市民如果想像我那樣走上去 找個好位坐下 都可能會有點無所適從 因為這塊簡介牌 同時有一行細字寫著請勿攀牌 怕還是不怕? 那塊牌是誰寫都不清楚之外 有區議員說這個月起 已經收到接近20宗投訴 比較多的一般市民 其實對這個作品的藝術意味 就不是很看得到 他們第一個觀感 這個是像一個山分 他說向發展局反映了之後 他們承諾會在兩個月裡面拆走它 我們試過找設計團隊 成員回科或發展局建議 由局方統一回應所有查詢 不過在發展局那邊都得不到答案 泰古城附近的安全島都有其他設計團隊的得獎作品 但就未起好 彩虹村對開的會算署 真是有到彩虹 有先電視機者陳慧欣報道